好 各位進入簡報的第18、19頁呢 其實我們有提到 WebDuno要不要安裝軟體 不用對不對 那它目前有三個地方 您可以使用 第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誒 模擬器 誒 今天沒有設備沒關係啊 不用腳的 先過竿飲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都尾出國嘛 所以這個地方 先玩一下腳的 那等到你有買真的 左邊還有一個叫體驗板 體驗板 還有我們的模擬器 都不用註冊 只要進網路就可以玩 那它提供基本的 這些功能 如果呢 你覺得要玩比較進階 像我們禮拜四 我們就不能只用這個 我們就必須要用到這個右手邊這個 叫做雲端平台 這個呢 它有提供最豐富的功能 可是它就是要註冊的 這個地方它就需要註冊 所以我們禮拜四的時候才會帶各位進去 今天原則上不會用到那 那麻煩各位呢 請你點到中間這一個 點第簡報19頁中間那一個 點下去之後下面是不是就有出現 連結了 直接點開就有了 然後呢 要麻煩各位一下 基本上 Webduno 如果你要發揮它最大功能的 請只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 那我在家裡面其實也有試過 我用火鍋 Firebox 其實大部分功能也都可以用 但是只要遇到 聲音的 麥克風 或是視訊的 Webcam 就不行 就這個地方 就沒辦法 所以如果說你要最省麻煩 你就用Google Chrome軟器 所以如果你是用Mac的 可能要用Google Chrome打開 因為Mac的話 預設是用Suffer 好 有沒有找到了 打開之後會長得像這樣子 Webduno 它用的是這個Google Barclay的介面 就這個積木的程式 所以 現在我們的Scratch 其實也是 敢用這個核心 只是積木稍微長得不一樣 但是核心是都相同的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不是說可以用模擬的嗎 去哪裡找那個 假的東西 請按右上角 請找到你的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房子 右上角右上角 有找到房子了嗎 按下去 是不是有一個模擬器的區域跑出來了 這個地方 對不對 模擬器的區域 但是呢 這樣還不夠 我希望把它放到最大 也就是我們先 把硬體的先接完了 再做軟體的部分 所以 在它模擬器的右上角 叉叉的左邊 有沒有一個放到最大 這個地方 你把它按一下 這樣子 有沒有模擬器就放到最大了 那個工作區 那還是沒有看到東西啊 東西在哪裡 請按這裡有一個元件 有沒有看到 右下 這樣就看到你的東西 看到了 那我們提到 Webduino其實有好幾個開發版 這裡面呢 它主要 有放的就是Smart 那Arduino Uno這個呢 其實就它 另外一塊 就是馬克一號有一個紅色的那一塊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要的就是這一個 那要怎麼把它拿出來 各位不要客氣 拖椅 就拿出來了 按著丟出來 有沒有 按著拉一下就丟出來 喜歡幾個 老師送給你 哈哈哈 哈哈哈 這怎麼拿都不用錢 如果覺得不夠大沒關係 滾輪往前 這樣可以放很大有沒有 往前往後可以縮放 因為它是向量的 所以放大縮小不失真 那太多了怎麼辦 刪掉啊 有沒有看到上面這裡有兩個 要注意一下 叉叉是指刪到選到的那一個 垃圾桶是全部不一樣 你也可以按鍵盤上Delete也可以 就看你選到哪一個 按Delete 這樣也OK 所以 請留一個就好了 我們不用貪心 回家再慢慢 擁有一整座山都沒關係 好先找到一個 然後呢我們再找一顆 LED燈 你再把它拿出來 再找一個麵包板 所以我現在需要三個東西 一個Smart開包板 一個LED燈 再加上一個麵包板 那你現在元件用完了 請你再把元件按一下 它就會把它收起來 是不是這樣就比較不佔空間 對不對 好 那 你現在看到的東西 都跟你待會拿到的 事實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順便認識一下 各位呢 你可以進到我們簡報的 後面 我看一下 LED燈 是在 這裡 31頁 31頁 有找到嗎 簡報31頁 你有沒有發現 LED燈有長短角 對齁 如果你去對照 我們真正的 它上面也有長短角 看一下這裡 好 底下 有沒有發現 這樣也有長短角 這樣看不到 來 我 比較厲害的就是 我都會放大 有沒有長短角 好 那各位 哪一個是正短 哪一個是負責 請問哪一個是正短 哪一個是負責 有灣區的那一個 蛤 有什麼的 有灣區的那一個 好 來 看一下 就是有灣區的那一個 就是這個 是正極對不對 這支沒水 好 哎呀 忘記跟您正講 說這裡是可以當白板的 寫不出來 太油了 上面 長角是正極 短角是負極 好所以呢 既然 有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看 我們這個 模擬器上面的 有沒有是長短角 所以你知道哪一個是正極 哪一個是負極的 好 順便我們再認識一下 麵包板可以嗎 認識一下麵包板 這裡 麵包板 長得像這樣 那麵包板有分 就是標準的麵包板 跟迷你的麵包板 這個是迷你的麵包板 好那迷你的麵包板 其實 不管哪一個麵包板 他都是一個概念 就像家裡的那個插座 延長線的插座一樣 你們家裡面一定有那個經驗 插頭插的 不夠用 是去買一個延長線 一個拉出來 又接了五個 六個 或者三個 那他 一樣的概念 因為我們的腳位 是不太夠 不太夠的時候 我就可以拉來外面 再 接更多的裝置進來 好那麼 在我們簡報的 上面這裡 28月29月 我有 稍微提一下 那個麵包板 怎麼使用 好 你可以直接看29月 簡報29月 他就是一個 延長線的概念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 再加 直的會通 這種直的會通 這個 直的會通 所以如果我插一個 杜邦線在這裡 這第一個孔 後面就有 一樣的功能 比如說我插的是 那個 5伏特的電 他這裡面 這四孔 就通通提供 5伏特的電 我如果 插一個 在這邊 是 GND 就是那個負極 那他這幾個 就是都是負極 那第二個呢 你要留意的就是 有沒有發現中間有一個 儲合焊接 對不對 這個 上跟下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他裡面有一個那個鐵板 都插了一個通電 但是上下是沒有接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上下接 又要再把它串起來 那麼左右是 不相同的 所以只有直的 所以待會如果你在用的時候 就是擺橫的 橫式的 這樣就OK了 這個是 跟大家先提一下 你在 麵包板這邊要怎麼去使用 所以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回到這邊 你就可以來接線喔 請問虛擬的要怎麼接 拿起來要插了 學生最後用這一招 拿起來插下去 不好意思 嘿 請你 你可以滾輪靠近一點 只要到它的端點 有沒有發現會亮起來 到端點 麵包板這邊有端點 麵包板這邊有端點 你看我們開發板 這個是不是有端點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 移到端點上 讓它亮起來的時候 往下一拉 亮起來的時候往下一拉 看你要插在哪邊都沒有關係 我就是分開兩個 而且它有個好處是 我們在上面這邊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可以自己設定顏色 因為像我們真正杜方線的話 也有不同顏色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把 顏色設定好 這樣子我們在看的時候 你會更清楚 那我們剛剛已經清楚知道了 比較長的這一隻腳是不是正極 對不對 然後呢 比較短的這個是負極 負極 那負極都一樣 都是去到 接地 就GND 所以我就找這五孔裡面任一孔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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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來 就來 這樣看 沒看我拉過來這裡 這樣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你找任一孔 任一孔 按住丟過去 那顏色我可以設成跟 剛剛那個一樣的 設成跟它一樣的 好如果你覺得這樣有點暗眼 中間再點一下 線要整理好 對不對 欸 這樣 拉過來 不要太亂 所以你中間要怎麼整理 隨便你拉 反正看得清楚 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子 整理好 那 這邊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 只是要平移一下它的位置 你一個一個拉動是一種方法 但是像我 裡面不是有三個元件嗎 我是不是要拉三次 所以你只要在空白的地方 有沒有這邊空白的地方按滑鼠左鍵拖曳 有沒有就可以一啟動了 就空白的地方拖曳就可以了 好 這樣 這個好了 那我們 我們L1 燈呢 還有一個 正極是不是要接 本來如果說你是那個 電壓需要 電量比較高的 它事實上真的要接到這個來 可是我們L1 燈它可以 在 Webduno 這邊 它可以直接透過 腳位本身提供的電源 就可以驅動它 所以我就沒有直接接 如果你說L1 燈的 就當然 就要 拉那個 電阻 這邊就沒有 我們就直接找一個腳位 按著 我接到05 其實04、0.002、16、14 這都可以接 只是我們稍微同意一下 我們接到05 那一樣的 如果你想要 讓它好看一點 你就自己 找到 你覺得 比較適合的 把它接下 這樣OK了嗎 所以你這樣把它接起來之後呢 我們 這樣 這樣後面看得到 可以喔 接起來之後 我們待會呢 就把真的一起放下去喔 就一起來先玩看看啦 因為等一下做的時候就可以一起做 好吧 OK 那我就先 把這個先發下去